大家好 我是羅卡 NG 倒不想再NG了 重點就是要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對 那個羅卡裡面的頻道 其實我會發蠻多的生活影片啦 那這次羅卡應該是會在主頻道 因為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一間雲霧農場 三次呢 其實我們有來過了 是在半夜 對 半夜來的那個機會呢 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特別來了之後呢 吃一頓飯之後 欸 就閃人了 所以呢 這邊的山路我們可是熟得很啊 對 下一次開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當藤圓拖海對不對 你可以 我不行 可以吧 應該是可以的 欸 這邊其實山路 我覺得好像變得稍微的 再崎嶇一點點 這次開上海啦 但是還OK 就是基本上你整個路啊 不會有什麼斷掉的地方 都是可以順利上海的 我覺得很舒服 因為今天就只有山葬 然後呢 剛好就是 我們包場了 沒錯 彼得帕我們還有 鳥夫人 鳥先生他們 沒有錯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露營呢 不只是冬天適合 這邊呢 連夏天都適合 因為它這邊海拔是有1400 我們上來的時候 氣溫應該是只有18度 還滿清爽的 不過還是要注意一下防曬 整個下午啊 都是霧氣會上來 我覺得還滿漂亮的 有一種騰雲架霧的感覺 你萌萌的 對 在家裡面那種 山西玩久了 突然到外面來了 感覺還滿舒服的 心情還滿愉快 滿寬闊的 沒錯沒錯沒錯 整個 整個都是霧欸 真的 整個都是霧 我先拍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其實我是要拿行李啊 我以為你要開始跳街舞耶 不是 為了讓畫面豐富一點啦 所以我想說先運動一下 然後再拿行李 好 那先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久沒有出國了 但我們應該是最近也要去新加坡了 所以哇 這個 很多人其實有講過說 出國啊 就不要用黑色的行李箱 我們就是不會過 就是選黑色的 怎麼樣 為什麼不能用黑色的 因為他們說很多這樣混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你要找就不好找 還好啊 我們還有那個腰間攜帶啊 沒有沒有 其實還有人講說 你如果買那種很容易撞行李箱的行李箱 就很容易 欸 這是誰的 甚至有時候也被別人搬走 對 然後呢 我們就想到這個問題啊 在上面貼一堆瑪利歐的東西 但我覺得好像應該要補了 最近有一些 因為掉滿多了 而且庫巴長大都把我們撕光了 對 有一些遊戲其實有在送啦 我覺得還是要把它貼上去 不然其實要認齁 像我們這個都 旁邊都有貼 這樣子比較好認一點 至少你看它遠遠過來 欸 瑪利歐 我們的啊 瑪利歐 你看 旁邊這個也是都有貼上去的 但是因為這個行李箱其實也陪我們滿久的 有時候出來露營或幹嘛的 都會帶著它 其實我覺得這是豪華露營喔 雖然帶的東西好像不用很多 可是我們還是準備了很多 對 因為我們其實出門都會帶一些攝影設備啊什麼的 而且東西真的是越帶越多 假設有小朋友啦 嗯 對 其實這裡面我覺得有好多零食喔 對 零食是真的帶滿多的 對 我覺得這個零食帶太多了耶 我們不是在減重嗎 而且才兩天一夜而已耶 對啊 我覺得這一些根本就可以住一個禮拜了 呵呵呵 然後啊 現在多了一代美眉的舒服包 哇 這個 她現在出門 會把自己的東西放在裡面的 她自己的玩具的 就玩具啦 還有一些什麼 她還自己帶畫筆 口罩啊什麼的都有帶 對 好感動喔 我的女兒長大了 情人節禮物這個就可以啊 不行啊 這算是我就有了啊 真的嗎 對啊 要不然也要別的樣子 不一樣啊 我沒有看過你有這個包耶 我有啦 只是顏色不一樣啊 喔 喔 他們這一次出的是比較奶茶色的 還有另外一個是黑色的 喔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要送我的話 我要別的樣子 喔 呵呵呵呵 還要再加鑽石 再加鑽石 為什麼你每次影片就要一直講鑽石 你就知道說這個東西比較有挑戰嗎 因為鑽石女生最愛的啊 我覺得這個可以 你再挑一個款式好了 因為我覺得 那個彼得爸的 Sushi Emperor的品牌啊 CP值算滿高的 好 我還要一個後面 省我的 省我的 省我的荷包 欸欸欸欸 質感也不錯啊 對不對 還不錯啊 但是我問你 如果說這個跟之前你買的那個顏色 你覺得哪一個會比較好一點 穿搭不一樣 如果這個是淡色系 夏天的話 這個也滿適合的 喔 夏天會比較適合的 對 因為它是顏色比較淡 就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哥哥在幹嘛 他在偷看我的馬力歐角色 哇 哥哥直接就 在找你的玩具了 嘿嘿嘿嘿 哇 這是誰 喂 掉了 庫巴耶 你庫巴借 太偶玩嗎 沒有 庫巴蜜卡我都要 欸我沒有發現 你的書包原來都是帶玩具 所以你去學校都是帶玩具去啊 對啊 是嗎 所以你這幾天背的都是背玩具去嗎 它是今天早上才放的啦 今天早上才放的喔 我以為它全部都是帶玩具欸 沒有 整包都帶玩具 是嗎 哇 可愛啊 哇 這裡還有一個超大的客廳站 你看小朋友剛好可以這邊玩桌遊 超棒的 而且它上面還有架那個燈有沒有 你看那個管子 就是它的骨架的地方 全部都是有燈的欸 這晚上看起來應該會蠻浪漫的 七夕情人節就是這種氣氛嘛 對不對 就對了啊 新加坡可以取消了嗎 不行 都逼人來不及了 我想說情人節在這邊就可以了啊 我們這樣很浪漫的 不行 不行 還有生日禮物 生日禮物是什麼啊 新加坡的蛋糕 不是 暫時 吃點心 哇嗚 感情真的很好 常出來玩就會認識朋友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睡的帳篷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就是第一個啊 它真的非常的新 各位可以看一下 超級新的 它這個上面啊 其實是一種布質的感覺 質感其實看起來是不錯的 而且大家不要以為說是布的質感就不好 因為下面這裡啊 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非常的防撥水 你看 這水珠在上面 哇 代表這個帳篷應該是 蠻新的才對 喔呦 這水珠滑落的感覺 好棒 然後裡面的帳篷啊 擺設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它下面有鋪上這種電子 而且它這個應該是防水電 比較簡單可以當一個地墊 這邊有兩個簡單的小座位 其實它也幫我們把電源接好了 所以晚上如果要充電幹嘛的 應該都蠻方便的 幫它稍微擦緊一點 因為這個其實我還蠻注意的 就是要擦緊 它的上面其實都有幫我們牽上很多的燈 超多的耶 這個很浪漫啊 開燈就好啦 就是約會的地方 好睡的地方了 好啦 這個時間呢 進入了業配時間 不是啦 就常常有寄給我們一些公關品 所以我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有帶來 對 然後這是這一次的 一式沐浴的洗髮精 然後它有兩個產品 兩個系列 一個就是和諧修復精油 然後就是染燙舞專門使用 完蛋了 你這樣子業配太多 要計八票 呵呵呵呵呵呵 另外一個系列就是比較適合男生用的 就是你如果出油啊 或者是有頭皮屑的話 就可以適合用這個沉浸淨化精油系列 所以你這幾天是有給我用這個的嗎 對啊 喔 真的嗎 我都在洗呢 有時候我都不太知道 再來就是幼浮文化有寄給庫巴的兩本書籍 然後裡面呢 都是有一些小朋友出門的安全的小小事項 然後在書本裡面特別的叮嚀 然後用繪畫的風格 然後讓我們小朋友 因為庫巴還不懂字嘛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念給小朋友聽 然後讓他增加閱讀的興趣 這個感覺它應該現在上幼稚園 慢慢的可以開始學注音之後 慢慢的可以自己看 對 因為他的文字都還有加進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彼得爸可以拿給我們的 這好像挖Cookie的餅乾 還沒吃 你要不要在順便吃吃看 今天的點心 哇塞 笑完喔 馬上來的點心 有時候這樣子給小朋友出來外面跑一跑啊 感覺真的是很舒服 而且後面 就是泡個咖啡這樣子 享受的感覺真的是非常不錯 比較悠閒一點 謝謝彼得爸的邀請 開心一起錄影 終於留下來了 留下來怎麼樣 又要講上次 留在這邊 來吃晚餐的故事 對 為了吃一頓臭豆腐 花了兩個小時上山 對 再下山 沒錯沒錯 練成了一身拓海車技 這邊很舒服齁 對 非常舒服 這個環境很棒 厭惡鳥繞 好棒 說真的老闆很古謀 就是真的很急車 急車到不行 所以才有辦法把這地方維持得這麼好 哇 爸爸錄影還要再上片啊 當然啦 工作是不能斷的 辛苦了辛苦了 跟我試試看 哇 晚上開燈囉 哇 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恐怖耶 現在七月你在幹嘛 對齁 好像真的是耶 壞壞的 壞叔叔一個 我現在是要帶大家去上廁所 因為廁所那邊其實燈光沒氣氛家 情人節最適合 是這樣嗎 怎麼會選擇廁所 跟著哥哥一起來去洗手間 上廁所 阿伯阿伯你搞清楚好不好 哥哥 哥哥 等一下要走哪一邊 左邊 其實我覺得來錄影的時候 有時候很有趣的就是 他的營區啊 會有些動線規劃 然後我們晚上在走的時候 其實會有那種 夜遊的感覺 眼外探險 對 那種你會不會怕 我 有你在我就不怕了 那如果是這樣勒 這樣是有點白目的 所以我覺得都還是會帶一個 就是燈具之類的啦 在露營我覺得這樣子比較習慣 好像 就是會比較安全 因為像地上有時候會有銀粉啊 然後一些 小東西等等的 代表好像比較安全 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對 然後它裡面這裡是有分 蹲室馬桶跟坐室馬桶 然後裡面呢 就是 洗澡 沖澡的部分 然後這裡是感應的 然後看看一閃一閃 OMG 那我覺得這邊可能有一個要稍微加強的 就是 帶自己的 吹風機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種的是 真的會稍微久一點點 看電視的 如果是女生長頭髮這種 可能要 吹更久了 男生的我也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它有一間是 蹲的廁所 然後這邊是 坐室馬桶 林一娟真的太古色古香了吧 整個是走一個 砖瓦蓋起來的感覺 好酷 我還蠻喜歡這樣的感覺啊 而且第一次包杖 包杖 現在這個山上 包杖 我們是整個包杖了 對 整個山頭上面就只剩下我們三家人跟老闆 四個家人 哇 晚餐來了 好大一盤喔 色彩好鮮豔喔 而且這邊還有最重要的東西 天啊 已經在醞釀了 肉山肉海 天啊 麻辣鍋耶 在山上耶 各式各樣的肉 天啊 太可怕了 太幸福了 真的 好舒服啊 在山上吃這東西 我覺得有點醉餓 對 減重是明天的事是不是 明天的事 太可怕了 欸你還在玩啊 在怎麼樣啊 收起來 7月還一直玩 這是他們的餐廳 他們這邊要主打的是 黑糖珍珠厚鮮奶 欸我覺得你們應該都蠻想要的 對不對 蠻期待的 今天呢 剛好老闆沒有準備 所以我們很期待 明天老闆可以幫我們準備一下 許願一下對不對 對 他們的外面是冰油 稍微貼一下 香香原汁牛肉麵 然後有分微辣的 喔 他們是整個入味 有系列的產品啊 對 下午老闆有幫我們準備的是 紹興鴨翅的 重點我覺得是因為來山上 其實如果能夠這樣子 這麼方便的吃到這些東西 又是有美味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難得 而且會為了特定的味道 一定要來這邊錄影 然後就找尋上一次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他除了營地 很有氣氛以外啊 像我是自己個人比較喜歡攝影的 後面這邊的話其實 你要拍一些星空啦 夜景之類的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的光害就會比較少一點 Yeah 吃飽喝足 明天見 好早安 看一下今天的早晨喔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哇 好像在雲上面的感覺喔 而且這個山上 非常的有層次 好漂亮的景色啊 昨晚呢其實睡在這邊 是還蠻舒服的 它這個空氣床墊喔 其實Q軟度蠻好的 然後要自己帶睡袋跟枕頭啦 因為它這邊就是單純床墊 然後還有鋪個東西 一個一張桌子一張 可以兩張椅子這樣子 小朋友在抓蟲 好多昆蟲喔 你看他那地方啊 收穫滿滿耶對不對 好多喔 早餐好豐盛喔 咖啡沙拉火龍果 還有一個 里吉豬肉薄 是這樣嗎 對 它這裡有一個名詞啦 我忘記它名詞了 這沙拉好好吃喔 這好好吃你的 沙拉超棒的 這是什麼東西 茶子 不是我說這一杯 牛奶 反正我我也吃一個齁 其它給妹妹吃 蛤 你要吃嗎 好啊 吃飽 飽比較紅耶 帳篷拆掉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去吃午餐 這次呢是要進餐廳吃 因為它就是帳要先收掉 聽說是要改去南投搭 真的很辛苦耶 這個牛肉麵 哇 這牛肉也太大塊了吧 你看它整個牛肉啊 其實是一整塊的牛肉 這個牛肉真的超級大 好厲害喔 在山上可以吃到這麼棒的牛肉麵 超強 這個很像那種山豬肉整條耶 對 哇塞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而且它的配料的感覺就是 超豐富 拉麵 官司 飯後水果耶 鳳梨跟水梨 都是梨 嗯 最強的山豬奶茶 這個據說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們的山豬 就是不加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呢 應該也是用鮮奶 而且他們有時候是特別使用 好士多的鮮奶 非常用心 剛做耶 而且因為他們好像只有賣假日而已 所以今天是特別為我們這一團而做的 感謝彼得爸 感謝老闆 太感謝了 其實來這邊我真的是蠻開心的 而且我覺得大家如果來的 一定有機會就要喝他的珍珠奶茶 我覺得那個珍珠跟外面的珍珠是不一樣的 他是比較有點長條型的 在口味上來說我覺得不太一樣 住起來真的非常舒服 在這邊就是買一個悠閒 買一個假日一個度假的感覺 真的非常棒 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我會把一些資訊放在下方的說明欄裡面 可以來這邊 然後注意一下防曬 OK 那注意一下文營的部分 就這樣啦 下支影片見 拜拜